就是昨天的早上我去探望他的時候 就發現他有一些心情比較不是那麼的平穩 他夫人說他想要出院 我說不行不行 現在一定得把身體先顧好再說 那昨天陳院長看了他 然後一天他想說我是陳院長 還沒講完他就開始哭了 他說我的弟兄都沒出來 當時我看所有在場的人 那個心裡都很不好受了 那我一晚正好站在他的旁邊 最後就一直拍他 那陳院長就去安慰他了 然後他說他的弟兄 那陳院長特地跟他講 因為陳院長才剛剛去了那個禮物館 那說家屬們其實都表達 他們沒有人只得怪他 那都認為說他們是在一起打聽的好弟兄 那發生這種事情誰也不願意 那他就還是一直都沒有停 一直在哭 那後來這個 院長離開的時候就說有一個 這個威文金房要執政給他 那他說我不要 這給我的弟兄們 陪總統去主要是探視一個 屏東小隊的小隊長 那他是第一批道場的人員 那根據他剛剛的描述 他們才剛剛到場都還沒有開始灑水 就已經發生爆炸 所以他第一波就受傷 那因為他還好他有戴著保護頭盔 但是還來不及戴手套 所以他主要的傷是在臉部跟手部 潛二度的燒燙傷大概是5% 那目前意思是非常清楚 有總統就非常關心 那因為剛剛他的夫人 還有女兒也都在場 那根據夫人的描述 他在屏東已經是經歷兩個大的事件 那當然是因為他出生入死 在屏東已經貢獻了很多的歲月在這裡 那剛剛包括小隊長跟家屬 也都有談到說 希望屏東有一些消防設備 要能夠再補強 那剛剛那個總統也認為說 應該要如此 所以有特別的剛剛有 只是那個林部長要 要趕快把這塊給補號 請問一下這個那一位那個 首席恩三你昨天來的狀況 等一下我大概四點多鐘 今天陳院長 那還帶著那個林部長 還有經濟部的王部長 還有消防署的組長 這些來探望 就是目前就是受傷在住院的傷患 那主要是先去看了陳小隊長 那小隊長在陳院長自我介紹之後 他立刻就情緒控制不住 那其實就是昨天的早上 我去探望他的時候 就發現他有一些這個心情 比較不是那麼的平穩 那個夫人我還特地 他夫人說他想要出院 我說不行不行 現在一定要把身體先顧好再說 那昨天陳院長看了他 然後一天他想說 他說我是陳院長 還沒講完他就開始哭了 他說我的弟兄都沒出來 那當時我看所有在場的人 那個心裡都很不好受 很好受 那我一晚正好站在他的旁邊 最後就一直排他 那陳院長就一直安慰他了 然後他說他的弟兄 那陳院長特地跟他講 那因為陳院長在剛剛去了那個病毒館 那說家屬們其實都表達 他們沒有人自得怪他 那都認為說他們是在一起 打聽的好弟兄嘛 那發生這種事情誰也不願意 那他就還是一直都沒有停 一直在哭嘛 那後來這個院長離開的時候就說 有一個這個慰問金要支撐給他 那他說我不要 這是給我的弟兄們 那院長跟他說你放心好了 所有的這個不管是受傷 一口弟兄都會 這麼多會很好的照顧 那我想這個 我當然後來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好意思 跟他做聲談嘛 只是去關心他 後來我再看到一些媒體的報導 那知道就是 好像他這個 對於當時發生的事情 其實覺得很責任 剛剛我們也知道這個事情 大概可能並不像很多媒體上所傳的 那他確實是一個 我的感覺是一個非常非常負責 認真的人 大概是這樣 現在的情況 他剛剛來的時候 因為在急診室的時候 我就 當時我就有看到他的狀況 好像在處理當中 那時候看起來還蠻嚴重 因為在臉部 那我特別 何彥宇 擔心就問了說 他有沒有吸入性的一個受傷 那時候看了 就是量這個血氧還好 那到昨天來看的時候 大概都還不錯 因為昨天早上 我看到好像當然 可是單位裡面的人在關心他的狀況 在詢問 事發的經過的時候 我跟他做起來 講話都還 都沒有做呼吸困難 因為我們主要擔心這個 其他部分的燒傷的面積其實 應該沒有非常的大 可是上次因為在手跟臉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比較 可能嚴重的狀況 所以大概很需要再觀察一下 院長是沒有問這件事情 院長沒有問 那我自己也沒有問他這個狀況 我覺得昨天要去看他的時候 看到 大概是因為他的同事 他們拿著電話 他在講這些情形 我進去以後的第一個反應 他講完 我等他講完之後 我進去第一個反應說 這事情你先都不要管 你先都不要管 你就先去好好的負責這個養生庭就好了 這件事情都不是 目前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這是我的感覺 醫護當然 當然他們的一些什麼 異財耗財的部分 他們其實又比較充裕 對 相較起來是屏東的消防局 其實在這個部分好像比較欠缺 他們是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屏東消防局 就是少數幾個縣市裡面是 他們必須要用異財互換的 一個縣市 那像這次這樣的事件 那這個部分 會不會有一些討論 我想 我想任何的這個災難 那我們在做處理之後 那我們各個單位 都會做這個事後的檢討 那我想 剛剛您提到這部分 那如果是跟消防局有關的話 我想我們跟消防署這邊 在做進一步的討論 那一定要讓這個裝備 人員都準備好 那這個部分會做討論 那昨天其實您也是 第一時間半夜的手感下來 您知道我們醫護人員的付出 還有你有沒有覺得 哪些是值得讚賞 那哪邊可能是可以再繼續改進 首先就是說 因為這次大概就醫的人 是超過100位 那比較值得讚賞的地方 一般是說我們的緊急醫療網的調度 那我們把這些人 他分散在兩個縣市的十間醫院裡面 那這個數量上是有分開 第二個就是說根據他的嚴重度 那有一些我們就把他後送 轉到高雄的醫學中心去 那在這樣的兩個的措施之下 每一家醫院都可以把他自己 可以照顧的病人照顧得更好 也不會有這個量太多 或者是沒有辦法照顧的情形 那這個也可以說我們在調度上 緊急醫療網 衛生局這邊都做得相當的好 那所以因為看到現在目前現場 不會再有進一步的 這個大量傷患再出來 所以目前的醫療狀況是很穩定 那這個量能是充足的 因為昨天早上有這個評級的醫師喔 他說其實在第一時間 不確定是哪個單位 但是就是有調派等於是一個現場的指揮官 那其實就您過往的經驗 像這種災難現場 其實現場的醫療指揮官的責任非常重要 而且調色也很重要 是 是 我想昨天是這個評級的醫師過去到現場 我想他是非常有經驗的 我想這個現場的調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是因為他要負責現場的判斷 那哪一些人要送醫怎麼送醫這些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現場指揮 現場指揮我想他也做得非常的好 那一旦送到後面醫院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的醫療網 還有所有的醫院要協力把這些做好 那其實我們昨天也怕說 傷患比我們想像更多 所以我們也聯絡了台南甚至更北邊的這些醫院 大家都在待命 那如果有進一步的需要我們會再往北送 但是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現在是充足的 所以就是也謝謝我們很多的醫院 大家都一直在待命 那第一時間這些醫院 因為那時候已經到下午傍晚了 那甚至到晚上 那多召回 每家醫院都把這個人員召回 啟動大量消防機制 這些也都做得很確實 表示我們平常的這個規劃演練都做得不錯 好 謝謝 裴總統去主要是探視一個屏東小隊的小隊長 那他是第一批到場的人員 那根據他剛的描述 他們才剛剛到場 都還沒有開始灑水 就已經發生爆炸 所以他第一波就受傷 那因為他還好他有戴著保護頭盔 但是還來不及戴手套 所以他主要的傷是在臉部跟手部 潛二度的燒燙傷 大概是5% 那目前意思是非常清楚 然後在我們醫院繼續的療養當中 所以剛剛總統有特別指示內政部長 消防署長說要加強所有的這個裝備 這個消防人員的裝備 那剛剛衛福部王次長也特別交代說 如果這個患者有需要什麼人工皮 或者吸入什麼細胞的科技的這些治療的話 衛福部那邊都是沒有條件的支持到底 所以目前看起來病的狀況是穩定的 所以總統有跟這個小隊長 這邊有做一些什麼樣的對話嗎 總統就非常關心 那因為剛剛他的夫人還有女兒也都在場 那根據夫人的描述 他在屏東已經是經歷兩個大的事件 那當然是因為他這個出生入死 在這個屏東已經貢獻了很多的這個歲月在這裡 那剛剛包括小隊長跟家屬也都有談到說 希望屏東有一些消防設備要能夠再補強 那剛剛那個總統也認為說 應該要如此 所以我特別剛剛有只是那個林部長要趕快把這塊給補號 其實包含這個我們小隊長的部分 因為他們然後跟另外一個平二分隊 其實他們兩個分隊是最先就是這樣 然後很多罹難的弟兄都是 是 是 他們現在就是他們是算是他算輕輕傷 那他知道就是其他弟兄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也知道所以他剛剛有非常難過 其實不只他 因為我們的急診的同仁 平常送我們這邊最常送患者來的就是屏東跟屏二分隊的弟兄 所以他們今天看到說原來是送患者來的這些消防弟兄 變成是患者被送進來 那對我們急診的同仁其實心裡衝擊也蠻大蠻難過的 那第一個送到我們這邊的就是那個左手斷支的那位消防員 那因為一來的時候已經確定那個手是保不住了 那因為家屬因為個人的原因他們希望轉到高雄產工去治療 所以我們立刻就轉走了 那這裡面也非常謝謝 其實應該說謝謝政府在這個地方投資了這家醫院 那也把我們訓練的不錯 所以這次我們真的是發揮了我們的功能 所以看得到說我們收了30 昨天35個今天又來了三個 今天來三個有兩個是明顯到我眼前死亡的 然後有一個那個也是消防弟兄是左條的一個小的這個燒燙商 那我就跟他講說你是不是昨天太忙著救援 根本沒有注意到自己腳上有傷口 那今天早上閒下來才注意腳上有傷口 所以又來了 那目前大概為止就是這樣子 因為現場情況怎麼樣我也不是太清楚 那可是照這個狀況來看 帶來的人大概我們醫療能夠做的就是有限的 那昨天這個屏東縣衛生局那邊也都很幫忙 所以他們在第一階段就是幫我們做的相當好的減傷分類 所以不只是屏東縣的醫院 包括高雄市的醫院也都動起來了 所以一些比較主要的燒燙傷的病人 因為我這邊沒有燒傷病房 目前沒有 所以這些病人他們都幫我們減傷完了 都往外面送 所以來的病人我們全部都收下來了 那也達成說我們當初建院本來就是為了要做這個集中生醫療 那我們今天能夠收了35個病人 也表示說我們確實有這個能力可以做到 市長你剛剛有提到其實我們屏東地區這邊 好像對於重大的燒燙傷的病患 這個專責病房部分是比較缺乏的是嗎 燒燙傷病房是這樣子 你的投資成本非常的大 可是呢用到的機會非常的小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有各式各樣的考量 那這裡面其實不是錢跟設備能夠解決問題的 我們需要醫師 而且是一個團隊 因為燒燙傷的病人進來 其實從他可能是最基本的這個整形外科的介入 他可能還有吸入性的問題 所以會有胸腔內科 會有呼吸治療師 然後他可能像這次也有些人又合併頭部的外傷 所以整個外傷的團隊都要進來 那整個燒燙傷的病房要特別的設備 還包括說他有水療的設備 然後再加上後面有很漫長的這些復健的過程 所以要建立這樣子一個團隊其實並不是太容易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大概據我的了解 大概就是軍方這個方面的投資是最大的 因為軍方發生這個問題的機會 比民間還要來的重 所以現在的做法其實對在整個醫療資源來看 也沒有在分什麼軍方或者是民間 所以怎麼樣規劃 那個是上級長官的事情 我想他們會做一個很好的規劃 那我們的責任就是說盡我們的能力 把送上我們的患者都照顧到最好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謝謝 謝謝